好啦 我們洗完車 嘩 我做了什麼啊 剛才踩油門 Hello 大家好 之前學車的影片也有很多人看 有7萬個view 但其實我考完P牌之後 我認識到沒機會駕駛 因為其實我家裡也沒有車 剛剛出來工作也沒想著買車 我前陣子我朋友就喜歡買了車 他有時候也會借他的車給我駕駛的 所以這條影片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女司機駕駛 會是怎樣 除了駕駛之外 我們今天也會去洗車 因為這輛車買完之後 經歷了很多風風雨雨前在打風 所以我愛妻都頗髒的 我們第一站就來到啟德 我們打算派進去停車場 打算來啟德有個草地野餐 不過其實這裡的停車場也蠻滿 也等了幾輛車 我想現在等了大概10分鐘 不過這裡泊車也算是挺便宜的 就15元一個小時 其實我們之前剛剛拿到那輛車 打算練一下泊車的時候 我們也去過科學園 科學園分了幾期的停車場 而且每一期都有幾層 所以長期都有很多位 我覺得如果真的想練一下泊車 我覺得科學園的停車場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而且每一小時的價錢都不貴 很厲害的 很厲害 讓我們找到一個有草皮的位置 那我們開始我們的野餐之旅了 其實這個區域比我之前去西九藝術公園 那邊真的小很多 但也相對少人一點 但是它樹蔭傘的地方也比較少 就是你去到一個位置 完全是西斜極度佈 我們現在會在啟德郵輪碼頭 開去火炭一個自助洗車的地方 我們洗車之前 我們還會去第一城的Shell 買一些洗車的工具 那正確要買什麼工具 我們到時候去到就會知道 那我們 事不宜遲出發 終於進入沙鐵的範圍 第一城了 我們快到了 轉了 這麼快? 你慢收油啊 收油啊 收緊啊 你看不到我收緊油嗎 成功在啟德郵輪碼頭 拿過來第一城的Shell 我整程都沒有拍很多視頻給大家看 因為我男朋友整程都叫我專注專注 不要說話 專注專注 不要說話 看著前面 打燈了打燈了 不要太快 不要太快 不要太慢了 不行了不行了 好 心路歷程就是這樣 我旁述給大家聽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Shell到買洗結工具 有這麼多 我們要買什麼 這些是用來一會兒洗的時候抹它 是嗎 對 我們選了 紅色這個是洗車的 然後這個呢 就用來洗完車抹乾的車 是不是就是買這兩個 我少了些人說 買這些 那些比較好一點的 但那裡不是有選擇嗎 有 他們說那些不太好 暫時就這樣吧 我們第一次 好 我們第一次買這個 看看我有沒有OK 付錢 除了買清潔工具之外 我們還順便打胎器 我現在才知道原來打胎器是免費的 每輛車上面都有一個貼字 告訴你每輛車要打多少胎器 那就根據標示 調到度數這樣打就可以了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開到來火炭 我們已經吃了下去了 就來了一間這間叫做 閃閃令自助洗車 它就是24小時都可以洗 但它只有兩個位置 所以如果 可能人多一點的話 就要趕在旁邊那裡等 它就是70元 那你就40分鐘自己搞定 完全不會有人 那我們一下去看看 是怎樣的 這裡的收費 沒有那些調子之負 只可以給入銀洗 如果你沒有銀洗的話 就給紙幣 然後它就會搶一些銀洗給你 那你就回來 再來講一下我洗車的體驗 入完淺之後 我們會先開這個清水窗 把整架車的外層洗乾淨 我們洗的方式就是由上而下 洗完之後就可以開這個泡沫窗 它就會噴一些白色的泡出來 就好像幫車子洗白白一樣 噴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我們剛才買的黃色的布 把車子抹 其實這一塊布 這裡也有提供的 但因為全部人都是同一條 好像就沒有那麼乾淨 還有有機會裡面會塞了碎石 就容易整花架車 所以還是用自己的那些會比較好 如果沒有買來的話 其實旁邊也有一部機器可以買的 價錢也很便宜20元左右 記得抹車的時候 不要打圈 上下上下這樣抹就會最好 之後再開多一次這個清水窗 把泡沫清走 洗乾淨 再用另一塊布 去把車身抹乾淨 抹這個動作記得要快 不然就會很容易有些水印 我們就是因為抹得不夠快 所以都留了一些很難清掉的水印 其實我覺得40分鐘的時間是足夠的 但萬一你覺得40分鐘之內洗不完的話 就記得要在時間完之前就入錢 可能要入10元或者20元 因為如果你完了40分鐘之後才入錢的話 就一定要再給70元買多另外40分鐘 那我這個不一般的專頁的分享就到了這裡 我們第一次洗 我覺得也算是這樣的 不是太乾淨 但也不是太差的 好了我們洗完車 嘩 我做了什麼 你剛才踩油門 你不要踩油門 你不是踩油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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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要踩油門 抱歉 抱歉 好吧 那我們就洗完車 還有吃完飯 為什麼今次會拍這條影片 就是我的YouTube Channel 是想去旅行的 介紹不同的地方 拍Vlog 但因為大家都知道 差不多兩年都沒有去過旅行 沒有題材 比不得已 改了我的頻道 好像變成飲食 但現在拍美食影片 越拍就覺得自己 好像失去了方向 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而且失去了拍YouTube那種 熱誠 還有初衷 因為好像每一個食影片 都有一個圖片 跟回整個圖片 然後介紹 就好像沒有了那種樂趣 從這條影片開始 都會想拍多些不同類型的Vlog 或者香港一天遊 可能改變一下 我整個YouTube Channel的方向 當然吃東西都會繼續拍給大家看 但可能比例上就會一半一半 希望大家都會繼續支持我的YouTube Channel 還有繼續看我的影片 好 我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我現在馬上回家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我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記得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